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Time Pri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日本和牛等级如何划分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和牛是入制极佳的美味佳肴 但是你知道日本的和牛被划分成了几个等级吗 在这里 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和牛等级的划分 让你了解每个等级的特点和价值 首先 让我们介绍日本和牛的等级制度 日本和牛的等级制度有两种 国内等级制度和国际等级制度 国内等级制度由日本国内的和牛肉协会所制定 而国际等级制度则是由国际畜牧肉类评件协会所制定 国际等级制度是在国内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日本和牛的等级制度主要是根据以下四个因素进行划分 第一个是脂肪花纹 脂肪花纹是指肉中分布的细小脂肪块的形状和分布情况 脂肪花纹越细致 均匀 代表脂肪含量越高 肉质越优良 等级也越高 第二个是肉色 肉色通常越深 脂肪含量越高 肉质也越优良 等级也越高 第二个是肉质 肉质通常越细嫩 多知代表肉质越优良 等级也越高 第二个是肌肉重量 肌肉重量越大 肉质也越好 等级也越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等级制度中的和牛等级 日本的和牛等级分为五个等级 从高到低以此为5 A4 A3 A2 和A1 其中 A5等级是最高等级 也是最受欢迎的等级 除了上述等级之外 还有其他的和牛等级标准 例如神户等级和松板等级 神户等级是指来自神户市附近地区的和牛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获得此等级 必须为此牛 重量必须超过500公斤 而且必须在神户市或其周边地区饲养超过三年 松板等级则是指来自三重县松板市的和牛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获得此等级 必须是黑毛和牛 重量必须超过500公斤 而且必须在松板市饲养超过三年 总的来说 和牛等级的划分是根据和牛肉质的优劣程度 并且和饲养环境 饮食 血统 运动等因素有关 一头优质的和牛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 每天需要定时按摩 享受特别的饮食 并且有限制的运动 这样的高品质和牛自然就变得非常昂贵 而且只能被少数人享用 除了和牛等级之外 和牛还有其他的分类方式 例如 根据和牛的出生地 可以将和牛分为三个品种 日本黑毛和牛 日本鹤毛和牛和日本鹿尔岛和牛 其中 日本黑毛和牛是最为知名的品种 也是最昂贵的品种之一 日本黑毛和牛饲养在日本各地 其中以福岛县 崩崎县 鲁尔岛县 山形县 沪山县和钢山县最为出名 总的来说 日本的和牛也是一个讲究技术和细节的行业 生产优质的和牛需要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磨炼 虽然其他国家也在尝试生产类似品质的和牛 但是日本的和牛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深受全球美食爱好者的喜爱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